千江映月 星云说记 第十一集 门前自有 千江月 室内却无 亦点尘 被叶若涂 遮得眼 须知境地 亦迷人 颂 成空木 门前自有 千江月 天上高挂着 亦勒明月 映在门前 真个千江流水 千江月 室内却无 亦点尘 我的房子里 没有亦点灰尘 意思是说 里面清净 外面光明 光明清净 才是一个修道者 向往 追求的目标 备叶若涂 遮得眼 备叶就是经典 古代的佛经 因为没有纸来印刷 都把经典文字 记载在树叶上 所以叫备叶 假如用备叶经书来遮掩 以为看经 就是成佛 那就大错特错了 禅 是不立文字的 不做佛求 不做法求 不做僧求 用经书追求禅道 离道就更远了 过去 芙蓉山古灵禅师 在百丈大师处悟道后 回到福州故乡 想救度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 虽是个知识分子 却整天看经年法 奖金都在一礼上 搬来弄去的 自家心地的功夫 不够 有一次 古灵禅师 看到师父 又坐在窗下看经 正巧有一只苍蝇 在窗纸上 撞牙撞地 想飞出去 古灵禅师 就借这个机会说法 世界如许广阔 你不肯去 算成年旧纸 有什么用 古灵禅师 亦语双观 虽然是说苍蝇 怪他老是在窗纸上 钻来钻去 怎么钻得出去呢 意思 也是在提醒师父 如果不去正悟本心 光是看经 在文字上找佛法 怎么能找得到呢 须知境地 亦迷人 被夜惊若遮得眼 佛殿佛像也会迷人 你执着清静 执着菩提 反而被 清静菩提束缚了 铁链子可以锁人 金链子一样可以锁人 乌云 可以遮蔽天空 白云 也一样可以遮蔽天空 烦恼能束缚人 菩提一样能束缚人 所以 人生应该不要一点沉 只要清静的明月 流水下山 非有意 片云归动 本无心 人生若得 如云水 铁树开花 便借春 送 此安守敬 人过着 洒脱的自然生活 就是缠者的生活 就有遍界春的风光 流水下山 非有意 山峰上 缠缠有生的流水 往山下流着 并非特意安排 只是自然流布 亦如 云无心已出秀 遍云归动 本无心 山顶上 片片白云漂浮 并非有心来去 实施不假分别 人生若得 如云水 人生在世 如果向云朵 自由自在漂浮 向流水 随来随去流动 是多么地 洒脱自然 佛光山的一枕 就称为 云水医院 像云一样 像水一般 深入偏远山地 给穷乡辟粮的病患 一些医疗资助 云水医院 让很多 无苦无医的患者 得到医治 得到救济 如果我们的生活 也能像云水一样 逍遥自在 没有 您家里所的束缚 不自我 涉陷封闭 能随遇而安 随缘生活 随心自在 随喜而作 该多美 多洒脱 所以 热爱人生的人 要找寻快乐的人生 自在的人生 自信的人生 包容的人生 把自己放大包容 慈悲待人 心中就富有了 那时候 铁树开花 便借春 自有非凡气象 真个是大地回春 既稀有 又难能可贵了 波草战风 辩正邪 先须蔑雀 眼中沙 举头若味 添黄饼 虚心难吃 照周茶 送 黄龙会难 参禅学道 必须要有些什么条件 波草战风 辩正邪 想去除烦恼 膝下无名的风浪 波草战风之前 必须先辩正邪 参禅 不是闭起眼睛打坐 糊里糊涂冥想 参禅人需要智慧 需要灵巧 心中要能包容万有 要能明善恶 定是非 辩邪正 如果 连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邪法 都分不清楚 这种参禅 不是参糊涂禅吗 辩正邪 不只是 参禅人的专利 是人 对于正邪不分 是非不明 不知权衡轻重 不能察知善恶 也算不得正人 好人 禅者 变了正邪后 先须粘确 眼中沙 一意在眼 空华乱坠 眼中有一粒沙子 就有了意 容易把宇宙本来面目 统统都蒙蔽看错了 必须 先去除眼中沙 将心上的 乌云去除 无名烦恼去除 举头若味 天皇饼 从生活里 去体会 天皇道物禅师的 饼滋味 叫你吃饼 不是说 填饱肚皮疗事 主要是 明心见性 屈心难吃 赵州茶 你想像 赵州禅师一样有道行吗 请看赵州禅师 如何教导学僧 有学僧问 什么是道 赵州说 吃茶去 什么是佛 洗碗去 怎么样 才能找到自心 扫地去 赵州禅师一碗茶 可以给你开悟 可以给你成佛作祖 为什么 禅 就是告诉你 除了生活以外 没有另外的禅 你若会吃天皇饼 会喝赵州茶 你大概 就可以与禅同在了 终日看山 无厌山 买山中带 老山间 山花落尽 山长寨 山水空流 山自贤 宋 王安时 尽管 五驱六道轮轮 沉沦世间 我们的真如佛性 并没有分好损伤 王安时 用山做比喻 终日看山 不厌山 山 真是千变万化 像如山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识如山 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所以 很多有道知识 都喜欢山水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更有两句诗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亭山 我们对于这座山 我看你 你看我 互不厌倦 又有人说 我看青山 多妩媚 青山见我 应如是 我爱山 山也爱我 我看山 千变万化 多么妩媚 青山看人 也是变化无穷 非常妩媚的 人与人相处 也应该这样 买山中待 老山间 我们买一座山 为什么 希望与山同在 与山中老 山花落尽 山长在 山上的花开了 泻了 彤彤落尽了 山仍长在 仍不改变的 这就是 山美妙 不可思议的地方 山水空流 山自闲 山上的泉水 尽管涓涓滴滴 缠缠有声 流各不停 可是 山还是如如不动的 意思是说 世间上 有变的东西 也有不变的东西 你在五欲世间 五欲千变万化 贫富穷通 荣辱得失 没有一定是无常的 然而 山是不变的 今年如此 明年如此 十年 百年 千年后 你看山 山还是如此 所以 这首寄语 指点我们 要有追求永恒的理想 山 代表了安住 永恒 我们要将自己 安住在永恒的真理里 不厌 不弃 不痴迷 本来无物 使人疑 却为参禅 买得吃 闻到无情 能说法 面强终日 望群思 送 王安时 本来无物 使人疑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问题是 人往往自己 制造是非困扰 真是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每日 疑神疑鬼 妄想分别 把好好一片清净的心地 搞得乌云翻滚 不得安宁 却为参禅 买得吃 参禅的人 表面上 不跟人比较 不跟人计较 好像是 很憨直 愚痴 其实是 大智若愚 禅者 本无一物 天下 人我 世事 在他心中 一晃而过 只是一些现象而已 闻到无情 能说法 有人问 树木花草 能成佛吗 禅师们 常常给他 当头棒喝 你管他 花草树木 能不能成佛 为什么不问自己本身 能不能成佛 在佛教里 讲情与无情 从原种至 大地山河 树木花草 一切无情都能成佛 但是 树木花草的成佛 不是他自己能成佛 而是修道者自己 开悟了 我成佛了 大地山河 花草树木 也从我的法性真心 流入本来面目 随着我的身心 一起成佛了 大地山河 宇宙万有 并未离开我的本性 所以 不可以离开真心以外 而去问树木花草 能不能成佛 面墙中日 望寻思 是有典故的 六祖会能大师 调园祭时 一个年幼的小徒弟 石头西迁 问六祖大师 老师百年后 我怎么办呢 寻思去 石头西迁 就以为要他 天天思考 天天打坐 后来住了几年 有位老手作 才点破他说 寻思去 是叫你 去找你的师兄 清源行思禅师 不是叫你 在这里妄想 石头西迁 石头西迁 禅师 后来 到了清源行思禅师 那里去 终于悟到了 因为他 破除了 自己的一切痴旺